左边这名路人蠢蠢欲动中 绿灯了小客车起步 他把腿狂奔闯红灯 还好小客车及时刹车 男子没被撞到 右手近个礼拍谁的意思 女驾驶担心他故技充施 又折返回头 果然有另一名女子不小心撞到男子 警方正在现场处理 女驾驶下车表明 男子是故意冲出马路 要当彭斯哥 警察来了 还在那儿抬坏 故意冲出来的 还在那边装 白肉 我就知道一定会出事的 他就是故意的 害人家撞到 事发在屏东建国路大通路口 8号凌晨远景货报有交通事故 一到场坐在地上的男子浑身酒气 不过身上没有明显伤势 没有不小心 然后他男朋友拿那个目标 我跑进武器里面 然后要打死我 他那边有在里面吗 跑掉了啦 还有一期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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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掉 开那个板石姐的啦 警方调查发现男子摇摇晃晃 正在路口 有汽车经过就突然靠近 当下远景货报到场处理交通事故 处理时有其他的民众告知 男子用同样的手法 似乎想故意被车撞 与一盘灵性女子驾驶制小客车 发生交通事故 且有其他民众向远景表示 该男稍早也有从路边 突然冲入车道的情形 初不了解 九岁男子是屏东万丹人 警方目前通知他到案 仍要厘清车祸当下的来龙去末 TVBS新闻叶凤达评论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